不过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国际象棋是诸臣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的话 那么自从女儿降生之后 她就和国际象棋一样 成为诸臣生活中快乐的源泉 诸臣的女儿叫朱诺 她还有一个妮称叫戴纳 戴纳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 就是一种十分罕见而珍贵的珍珠 自从有了女儿以后 一直与丈夫两地分居的诸臣 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天龙之乐 我觉得很快乐 连从来都没有这么快乐过 但是也很辛苦 其实做母亲就是有多辛苦就有多快乐 跟当世界冠军的快乐相比 不一样还是当妈妈快乐 我给你拍照 你来逗逗她 最后一会儿 廢棄 可能有點困了 生了 估計十五六個小時吧 當時沐浩德在幹嘛呀 他在外面趕著急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 十八歲好像 十八歲 算一見鍾情 差不多十年了 十年 今天應該算第十一年 是一見鍾情嗎 一見鍾情 有可能吧 搞不清楚是不是一見鍾情 1994年6月 朱晨到馬來西亞參加亞洲青年錦標賽 第五輪輸給了一個名字叫 穆罕默德的卡塔爾小夥子 沒想到這個看上去不會下棋的青年 卻在棋盤上將他的心捕獲了 應該說他很真誠 然後很幽默 然後心裡非常善良 最主要還是非常能夠理解我 她看起來很白色 她看起來很友善 我不知道 我們在馬來西亞 我和她一起玩了一遊戲 我當中的遊戲 我贏了 但其實我沒有想贏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看起來很可愛 這段異國戀情遭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 母親在給朱晨的一封信中痛心疾首道 跟你通話 你的話使我震驚 使我傷心 你根本不是18歲的小女孩 根本不是我心目中的陳 在疼愛女兒的父母眼中 從前的乖女兒簡直變成了叛逆之徒 這種只能算是緣分 我覺得喜歡讓一個人 也就是愛上他或者說他愛上我 這不是愛情沒有罪過 可能就是邱比特的錯 經過近六年的相戀 2000年春 朱晨沒有跟父母商量 就悄悄地辦理了結婚證 沒有婚紗 沒有宴情 甚至也沒有一個真正的蜜月 有這套校園裡的單元房 為他們的愛情提供欺息之地 他們已經非常滿足了 用穆罕默德的話說 是終於有了合法的愛情 父母最終還是理解了女兒 尊重了女兒的選擇 因為他們期待女兒事業的成功 更希望女兒生活幸福 我現在覺得他們的愛情 確實很蠢 蠢得像天上上的雪蓮 沒有絲毫的什麼東西藏發進去 我覺得也是很美 但是這種美付出得太大了 他們越好默默地叫到中國來過春節 結果到了年二十八 默默地忽然來了個電話 說不來了 那麼過兩天 再吃兩天 曾月初二來 他說曾卻來 好一天兩天 年二十八到曾月初二 對他來說也很浪漫 等呀等 等到二十八 等到初二 他說又來不來了 我看他接電話 馬上眼淚都流下來 想見一面那麼難 你說 你說這個愛付出多少的代價 我們從心裡 我們覺得做父母的 他能夠幸福就好 好